哈喽大家好 我是 今天呢是跟着某某某学化妆的第三季 因为我觉得大家还蛮喜欢的 所以说立马拍第三季 喜欢这个系列的姐妹在弹幕里面扣1 如果不喜欢这个系列的姐妹在弹幕里面扣 大众都已经了解到并且接受一个事实 就是我本人和金炫亚长得是有点相似的 差不多有八成吧 就是走的路上会有人觉得我长得怎么会这么像金炫亚 是不是炫亚的本人 因为我这个人时尚观念 形象啊 身材管理啊 都是跟金炫亚一模一样的 很多人就觉得我和她很像 我一直把那个金炫亚当作我一个表姐 今天我会求大家一些事情 比如说大家在弹幕里面给我刷 痴痴向炫亚 锦号 痴痴和炫亚九分像 锦号 痴痴深圳炫亚 锦号 一痴之一炫亚十锤 锦号 就如此类的 大家帮我那个话题刷一刷一刷一刷 搞一搞一搞一搞 前几天刚刚看到了我表姐在B站里面发了个视频 就是她自己的化妆那个tutorial 嗯 好 我跟着我的表姐来化一次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两个人到底有多么惊人的相似 今天我不想要带大家夸夸 我需要大家满屏的痴痴长得好像炫亚 我不要别的词语 我就要痴痴长得好像炫亚 谢谢 请多多支持 不好意思 先洗个胡子 我表姐不怎么长胡子的 我长 她先用一个气垫 我也用一个气垫 啊 这个 我表姐是在拍西瓜吗 我表姐同款的一个上底妆的方法就是往死里拍 我觉得我表姐的拍气垫的灵感应该是来自于我妈平时拍棉被 她棉花在这边 我们两个真的是亲姐妹 我们两个都不怎么会化妆 主要就是靠五官好撑着 大家听到我这个声音了吗 我这个西瓜很甜 姐在干嘛 就是这样 这里弄一圈 然后这里弄一圈 姐吧 因为关掉吧 电话接是怎么样 姐能接电话吗 好杀 就完了 就完了 她底妆就完了 她喜欢红唇 她先画了一个下唇 然后再连上上唇 她涂很多很多 涂在下嘴唇 如果想要唇部更饱满 可以向外孕染 突然这支口红 感觉毛个屏上一次跟我合作的广告费要收回去了 涂了大红唇以后 穴牙味一下子就上来了呢 原来有穴牙味的口音 吃吃 穴牙口在公屏上 太辣了吧 辣妹 辣妹本人 嘴巴跟我解断是一模一样 高光是偏粉丢的高光 她的化妆视频全部是侧面 我觉得她这点就没有我专业 而且技巧是这个一定要打到大家学到了吧 额头上也要 姐这不是定妆谈脸吗 你不是用高光定妆吗 姐别骗我 姐是不是在骗我 还要把眉毛画得细一点 大家看一下我的眉刷 这是我唯一一把眉刷 结果变成这个样子了 不知道有谁可以可怜一下我 哪个品牌方可以可怜一下我 给我积一把眉刷 谢谢大家 其实这样看还是蛮美蛮性感的 哎呦贵妇了 贵妇了 我的眉毛是粗的 辨别我和渲染的方法就是通过眉毛 眉毛粗的是我 眉毛细的是渲染 大家记住了吗 因为很容易搞错 有时候很容易搞混 我看我姐 我看我姐眉毛也是随便搞搞的 那我今天也是随便搞搞的 搞点事 黏住这一把眉毛刷 然后再在脸颊扫一遍 辣妹 我准备了这么大一桶 这么大一桶花刀刷 我想说今天肯定要大花一场 结果发现她这个人 只花了这么一点点东西 我再点一颗渲染的痣啊 麻烦后期帮我披个羊毛卷 在这边谢谢 就说像啦 好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内容不错的话 大家喜欢我或者喜欢我表情的话 那麻烦大家给我一个三连加一个关注我 我是炫芽 拜拜